今天早点出发 我们现在是在应该叫土家狱好像是什么 服务区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要到独山子 还有六七百公里吧 最后一天了 因为今天明天可能会降温了 然后我们今天先到独山子看一下 看能不能进独库公路 所以今天非常重要 一定要早点进床 还有个噩耗 然后我已经查了多方的信息 真的就明确的告诉我 独库公路已经分了 乔软马那边已经分掉了 前边的睡觉 那就是说我们这一路上赶过来 有点白费了 早知道这样就慢慢开好了 因为我们这一路上 你看像敦煌 嘉宇官 虽然我们以前有去玩过 但是本来本来说时间难得及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 还有一些景点没玩过 可以去玩一下 但这回都没有进去 高速都没下 那就顺息自然吧 他如果独库公路进不了了 我们就去北上 去堪纳斯 而且现在 而且明天是10亿 明天10月1号的话 就是高速免费了 我从乌鲁木齐去堪纳斯的话 1000多公里高速费都免费了 避风港在这区 不过这边的横峰的确大 你看这连货高速上 横峰特别大 就这一段特别大 然后前面又有很多的那个风车 是不快到达坂车 可能是吧 达坂车有一个风车什么之类的 之前就是连货高速上 因为横峰太大 我一路上有看到那个 被吹翻的那个面包车 到那边的 所以开始要小心 车速要放慢 这里的温真的超级大 车都在晃 这啥情况啊 这风有点大啊 还扮演着沙子 沙城堡 这风有点大啊 离乌鲁木齐还要62公里 这一段过了就好 我们已经到乌鲁木齐市里面了 外面超冷的 下起了大雨 对 天气一波是挺准的 说说要讲文就讲文 说要下雨就下雨 房间大吗 大到很大 嗯 看上去还挺新 视频的地方 看上去还挺新的 嗯 它离大八杂很近 这里大八杂多少 走路几分钟吧 这里是离下高处也没多远 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小豆 然后我们已经在乌鲁木齐了 看我们把外套都给穿起来 就知道这边气温是降低了 穿着这个衣服还冷 对啊 我今天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穿着短裤短袖 然后我以为我挺着住 但是现实告诉我 我已经牢了 盯不住了已经 真的冷 我们现在就到人民剧场 然后晚上看一部攀登者 我想三步都看 你没选好 我也想三步都看 但今天晚上去看一部攀登者 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 看两部 明天刷两场 如果没有时间 我们看一部 因为我和我的祖国是一定要看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是把那个什么机长 中国机长给看了 对 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卡拉斯 走 这电影里面真的有一点朴素 不是朴素 是复古 对 就蛮久前的那种剧场 那它就是剧场呀 朴素 它不是电影员 可能后来改成为电影员 电影员 对 你看这些通修真的是 像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 学校组织会去剧场看电影的 就是这个 这样子的 我们在4代3的3号银 这里没有电影 你们走 晚上我真的一个人不敢来 明天我们换家店 嗯 哎呀我们看完了 已经11点了 看到这个攀登者 看到我闷死了 感觉都是零下几十度的 太肉感了 嗯 他们那种冷的感觉啊 我有点能感同身受 我看他们在那个风顶的时候 也就有零下30多度嘛 不过它那个风一吹啊 会特别的冷 我们当时在那个瑞士那个什么风来 少女风的时候 零下18度 其实零下18度其实不冷 但是它只要山上那个风一吹啊 整个人就刺骨的 真的刺骨 我感觉零下18度 就跟俄罗斯零下40度 对啊差不多 比那个还冷呢 就是我们在俄罗斯零下40度的时候 体感温度都没有在那个山顶上 零下18度来的冷 好了我们现在打 叫着辆车 然后回酒店了 反正这种登山题材的电影啊 我都挺喜欢的 我之前好像看过的那部叫 《莲牧尼森演的》 也是关于登珠峰 尼泊尼泊尔那边的 叫《绝命海拔》是什么呢 我看了好多遍了 然后像之前就是关于那些 那个尼泊尔夏尔巴人 去登珠峰的那个纪录片啊 还有我们中国登山队的 那个登珠峰的纪录片 我都有看过 然后我对这种题材的 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想想吧